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生少年 又來到大家最喜歡的 Milwaukee的系列了 Milwaukee呢 他在2021年會推出 全系列的勞工護具組合 所以這集的主題是 勞工上班 應該要穿什麼 穿比基尼啊 大家都穿比基尼上班 個人安全防護用品呢 又稱為PPE 也就是所謂的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也就是個人防護安全用具的簡稱 哈 稍種即逝 人生就是如此 那接下來我們來跟大家一一介紹 就是今年有什麼厲害的東西 保護自己就從保護別人開始 就是首先如果今天你在高空作業的時候呢 當你的手工聚落 它往下掉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一般的防護安全程有非常多種 那Milwaukee他們這種呢 就是戴在手上 很像是一個護腕的感覺 而且它戴起來真的蠻像護腕的 所以其實你如果 像我有板機石的那種朋友 還是手腕不舒服的 你可以順便當成一個護具使用 這個有多重勒 1135公克 這種安全繩呢 它適用於2.2公斤以下的單位 有點痛 但大家不要以為呢 只有重的東西掉下來沒事 但是如果今天是輕的東西呢 就像你現在拿一個鉗子 從101上來把它撿起來 101的總高度是508.2公尺 一個鉗子是312公克啦 我們套路公式0.312乘以919.8 等於31.14KG每秒 所以總共頭部的受力是 317.76公斤 所以你要戴上安全帽 依照CSA的認證呢 有分成透氣的C等級 跟沒有透氣的E等級 而這兩個等級呢 並不代表是有透氣的比較好 或是沒有透氣的比較不好 而是呢 這個沒有透氣的安全帽 它是有受到電壓保護的 這種E等級呢 它能夠抵抗大概2萬伏特的電壓 也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你要處於一個 有可能會被電擊的環境呢 就是你必須要戴上 E等級的安全帽 那它這個安全帽有什麼特別的咧 你會不會被電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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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輕了 不好意思 不見啦 不見啦 對不起你啦 所以你看天光的工作都真的很不錯 以前我們安全帽呢 上面都會拉一個細繩 然後像這個燈呢 有沒有 模組的話 扣上去 感覺有沒有 Socket 我們最喜歡看起來這種 和聲的東西 越和聲 感覺越舒服 然後你就按一下 它就可以打開了 叮叮 這個上面呢大概有一個 一段 兩段 三段 三段的角度 所以呢如果當你今天戴帽子 你突然想要把它拿下來 就往下退一下 就可以拿來當手持了 唯獨比較可惜的是 裡面 是裝那個 3顆 3A的電池 如果現在是 USB充電的話 那就更棒了 那旁邊呢 這邊有一個夾麥克筆的地方 當你夾在耳朵的時候 你可能在工作的時候 會被綁在用到 所以呢就可以 夾在它安全帽上面的 這個袋子 兄弟們 咱們打三動力 可以在工地裡面看講稿啊 在工地裡面 書名啊 在工地裡面 找零錢啊 這樣會不會黃標嗎 應該不會吧 不會啦 找零錢 找零錢有什麼好黃標的呢 那它裡面很敲卡撐 它裡面的綁帶也是紅色的 然後它的頭戴式呢 是用這種 雞輪式鬆緊的 所以你可以 要快速的穿脫 好 下一個 工程反光背心 工程反光背心 有什麼好展示的呢 我們找一個秀哥 來教我們怎麼擺動作好了 怎麼樣把工業背心拍得漂亮 這樣子的話 我會盡量想要把腿拉長 所以我們可以 一隻腳是往前 一隻腳是往後縮 然後這個時候可以動動背心 我們就是強調一下我們螢光的部分 然後才會換到正面來 好厚 一隻腳往前伸 可以稍微的強調摸一下 拉一邊起來讓自己跳 看著鏡頭 腳就很自然的放開 然後我們可以一隻手 拉 自然的放開 這個呢有分成基本型跟高性能款 然後呢它上面這邊也會有寫一個CSA認證 然後Cless II這邊 的一個標誌 可是什麼是Cless II呢 就是在 時速80公里以下的作業環境 你可以適合穿戴 那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件呢 就是高性能款 高性能款呢 它裡面有15個口袋 它的背後還是可以放平板的 現在你在山洞裡面看了一片就很好用 它的領子部分呢 它能夠幫助你掉掛防墜落的安全帶 拉一下 有沒有 腰身 有沒有看到 大家可能只有看螢幕 所以沒辦法感受到它的質感 它的本身是用600D的抗撕裂材質做的 所以 那些什麼柔帶拔 還是一些比較尖銳的東西 你塞在裡面它都是不會破的 我個人是建議仿裝背心大家都可以背鍵 然後放在車上 不管今天你是要做工作 還是說你出門旅遊 有時候我們在路上遇到有人車禍 你要下來幫忙的時候 你至少也可以穿個防空背心 保護別人 可以保護自己 那說到防護用具呢 你當然不得不提的就是 防護手套啦 你有沒有看到它這個手套的 手的形狀很BG 他們今年在2021年為什麼要推出 這樣子的手套呢 它其實就是因為它在虎口的這個地方 就是有長期跟我們一樣 戴這種手套的人就知道 最容易破的就是這個虎口 然後再來就是你拿一些工具 或是你在漢 放一些大槌的時候 就是這個地方它的摩擦是最多的 所以他們特別在加強你這個虎口的位置 我個人最愛的呢 就是他們今年出了這個手套 防撞級的衝擊手套 不過 單純個人覺得 像我們這種視覺系愛好者 覺得它戴起來 很漂亮 還蠻適合拿來騎車的 騎重機 所以如果平常做一些外廠安裝啊 你要去用一些釘子啊 你怕鐵子會打到手啊 它這個上面有一個符號 這符號就是可以讓你 用鐵槌 拿起來 敲手 手掌裡面呢 它都有一些把它的防滑墊 就分開隔層 讓你在 抓取的時候才可以比較舒服 非常適合騎車 不過說到騎車呢 車子有仿賽車 有街車 有嬉皮車 這個呢 手套就非常適合 騎嬉皮車 Milwaukee的手套 由山羊皮製造 大家在騎車 還是戴手套的時候 最討厭的一件事 就是手吸響 它這手套呢 有個特點就是 在它食指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他們稱為 Smart Swipe 智慧滑群 所以是不管你要拿來滑平板啊 還是你要突然要拿來 看一些什麼東西啊 NASA 或者是你在路上 想要老妹妹啊 然後他們一樣在手套的打板板材的設計上 也會有一些比較不同 他們這個地方呢 稱為Kidstone 就是 它能夠幫助你在手部的伸展 或者是你在 抓一些工具的時候啊 就是第一個 幫助它的使用的耐用度 然後第二個就是 幫助你的手的舒適 就是小細節 不過正常人都不太會發現 好拿出來抽獎送給大家 當然啦他們也有出口罩 他們也有出耳塞 非常適合這個聖誕節氣氛喔 它的耳塞就是連裡面都是紅色的 We wish you may please come We wish you may please come We wish you may please come And happy new year 助理 收一下 拍片吧大家幫忙一下 好啦不然我們抽獎送給大家 大家自己來我公司撿吧 最後一種 2021年 努力推出最新產品 安全眼鏡 為什麼一個安全眼鏡要分這麼多包裝跟製作種類呢 首先大家可以分成兩大項 一個呢 是有色的 一個是 無色的 有色的 有色的呢適合你在戶外上面使用 無色的呢你適合在室內空間 或者是在一個比較 沒有這麼亮的地方 你可以平常會配戴 有色無色分完之後呢 分別成你需要什麼樣的衝擊程度 可以把它分成第1類 第2類跟第3類 上面的包裝上面看到有一個 ANSI 上面有一個數值 而什麼是ANSI呢 就是美國國家標準協會 所以你今天如果只要是去買耐衝擊的工業安全眼鏡的話 你上面就是一定要有看到 ANSI D87.1的這個標章 它這就是符合經過測試過 能夠真的保護你耐衝擊的眼鏡 另外這兩個 它一樣有一個 D87.1 Plus 就是上面有一家 但是它多了兩個標章 叫做 Military 美國軍用戰鬥護眼器 軍用級別鏡片 就是戰場在美軍裡面呢 你所有戴的護目鏡都要經過彈道碎裂測試 而他們的眼鏡呢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也就是不會起霧的特色 Antifuck 或是fuck free 就這樣子的東西呢 它都是能夠保證工作的時候不起霧 吃火鍋的時候也不起霧 泡澡的時候一樣不起霧 太燙了 在它今年推出最高階的安全眼鏡呢 它旁邊這邊有一個緩充電 這個緩充電它可以拆起來 像這樣子 就可以拆出裡面的小軟墊 因為每個人的臉型 它都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平常來說 你如果是帶這種第二款的護目鏡的時候 你的鼻樑到你的眼眉的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有空隙的 所以有的時候你在操作一些比較細微的東西 或者是比較可能會有噴溅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軟墊扣上去 然後像這樣子 你的上面跟你的 臉頰顴骨的這個地方 它就比較不會有細碎霧的東西跑進去 然後咧 在它這個最高階的包裝裡面 還有送了一個 小套套 價錢反應在套套上 也就是說呢 大家拿到一個新的眼鏡 上面的包裝盒呢 上面寫的每一個編碼跟每一個係數 大家都可以很認真的去看 那我們話不多說就要馬上來進行 台中人最常做的彈道測試 那我們要跟軍規眼鏡測試的呢 就是每個人台中居家必備的 德國PPQ半自動手槍 來 全部別動 使用好的工具 可以提升工作效率 穿好的防護用具 才能讓你的身體平安健康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分享的時候同時寫下阿載師的樂意方式 我們將會選出幸運的觀眾 送你很棒的防護用具喔 拜步 旁邊的